据媒体报道 林依晨主演 老男孩再度展现都会女子魅力 搭档金马影帝刘叶同台标戏 两人因为男主角突然冒出16岁儿子胡仙旭产生交集 意外产生恋爱火花 最新一集上演泡面之吻 冷不防就清了将近20秒 高田画面对粉丝赞爆了 最新一集中 刘叶在厨房煮泡面 一边下面放青菜又打蛋 一边和林依晨聊天 面对女友曾经历感情劈腿 她强调自己对待感情很踏实 被指解释又是掩饰 不过得到对方一句没关系 我不介意 兴奋狂赞女友貌美心善 善解人意 天下的好事全让我赶上了 林依晨边听男友称赞 以后在音箱回应 行行行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说吧你 她才刚说完 就被刘叶鹏连搂进亲吻 连夺方唇三次还没罢休 两人在厨房机吻 瓦斯炉上的泡面则过时煮糊了 粉丝苦手多日 见证男女主角从斗嘴 冤家到恋人 现在又目睹大人质问 兴奋回应终于清少了 这次面煮糊了 狗粮来得太突然 清这么久 本来以为是蜻蜓点水 还有人觉得看不够 跪求更高 甜的桥段 喝什么 别吃不继онч的 是穿的